考虑到时间关系呢 我已经把里面的结构呢 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涂层 制作的方法呢 还是一样的啊 选中这个边 选中之后进行操控变形 然后不断的使用蒙板 给它进行擦除就可以了 并且呢 对外面的这个地方的结构呢 也做了一些微调 让石头啊 和这个水的浪花的感觉 稍微多了一点点 那么提好之后 我们看一下整体 目前来讲 我们现在这个造型是有的 但是它和我们背景的水面 现在看起来还并不是说很协调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图的原图 也就是最初始的这个素材啊 我们把这个素材拿出来 放到最顶部啊 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海岛啊 它跟这个海面的这种感觉 还是比较协调的啊 那所以说 下面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让我们的海岛呢 看起来也跟它一样 也比较协调 怎么去完成这种工作呢 我们会发现呢 在这个海岛的周围 会有一些这种颜色的这种水 是吧 还挺好看的啊 所以说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边上的这种水的感觉 也变成我们这里边上的这种感觉 看看怎么去操作 先把它啊 先打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调整一下图层的顺序 把它放到最下面去 再往上移动那么一两层啊 移动到这个位置 就放到下面去啊 然后放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对整张图像进行编辑 操控变形 对整张图像进行这个操控变形啊 在上面添加一些这个点 下面再去给它添加一下啊 多加一点 好 接好之后呢 再把它的位置 稍微的移出来一点 就这两个一拼 这种感觉就比较合适一些了啊 我们继续 慢慢去调节 然后呢 像这里啊 也是一样的操作 稍微放大一点 再点击 再拉出来 继续拉出来 这里有点变形了啊 给它加个点 往外面扯一下 缓解一下这个感觉 好 这里已经有点了 然后这里再加个点 再扯出来 继续添加 这里加个点 往外拿一点 你看现在的话呢 外面这个水的感觉 已经越来越多了啊 所以不要变形 这个地方 现在来看的话 有一点点的变形 在上面加个点 再给它扯上去 缓解一下变形的现象 再微调一下 不要让它漏出来这么多 这个呢 稍微加个点 往下面 动一下 再加个点 好 那么调好之后呢 我们按回车 按一下回车键啊 再为这个图层呢 添加蒙板 我们使用画笔工具 把画笔呢 稍微放大一些 再把周围的东西呢 给它进行擦除 擦掉 不透明度百分百啊 先快速的去擦一下 擦到这种程度之后呢 我们再将透明度 再调整回来 降低一下透明度 降低一下我们的画笔的大小 在边缘呢 进行微调处理 里面这个就不要了啊 里面这个 我们就直接给它擦掉了 这个也擦掉 擦掉以后呢 这次感觉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加了加了一些这种水面之后的感觉呢 它会让我们整体的效果 会更变得更加协调一些啊 把这个添加上去之后 我们这个效果呢 差不多也就要结束了 下面就要做一下排版的工作 将排版的文字呢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再对颜色进行调节 颜色调节的话呢 我给它选择添加色彩平衡 给它呢 稍微加点蓝色 再去稍微加一点这个青色 再加一点 一点点的这个绿色 蓝色为主吧 蓝色为主啊 然后呢 再去添加一个曲线 曲线的作用呢 是增强它的对比度 做一个S曲线 亮的更亮 暗的呢 更暗 那么我们现在看它的视角 是不是相当于是在这个海岛的正上方 就你现在你是在天上 对吧 那天上的话 我能想到什么呢 说可以放一些云彩 来新建图层 比如画笔工具 我们之前呢 有安装过一些云彩笔刷 我们在里面呢 找到一些这个云彩 找到之后 不透明度呢 是百分百 然后前景色呢 是我们的纯白色 在这边我们点击 点一下 点好之后呢 再新建一个图层 比如画笔工具 换一个云彩笔刷 好 在这个位置啊 再点击 可以把这个云彩呢 稍微的去缩小一点点 再点击 再降低一下透明度 因为不这样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这边 文字的这个识别啊 或者说你把云彩 给它稍微离远一点 要影响到我们这边 这个文字就可以了 加上云彩之后呢 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呢 是在一个它的正上方啊 去看着它 也会给整个画面的增添一些这种光彩 但是位置还要稍微调整一下啊 不要去影响到我们文字的这个内容 好 那调好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三件加一 盖印图层 然后再找到我们的锐化 锐化中的锐化 让整体画面的这个质感增强一些 画质变得更加清晰一点点 那么以上呢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案例的后续操作 好 中文字幕——YK